面紙盒 包包 扇子 衣服 围裙 灯笼 头巾 还有代表适适如意或粽子形状的包膏粽装饰品 平凡无奇的客家花布 经过琼林客家文化花布协会里婆婆妈妈们的巧手车缝 通通变身时尚又实用的一品 客家花布虽然是很传统的花布 可是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变成一个很方便又实用的东西 以蓝色跟花布来呈现的话 她是非常年轻的 非常时尚的 协会里无论大人小孩 通通花布衣服穿上身 小朋友们更是瞬间化身客家小王子小公主可爱极了 你的褐子好漂亮啊 墙上贴着2008到09年成员们带着作品 参加客家博览会的照片 受到客委会主委及吴火熊夫人等人的重视 引发热烈回响 当时只成立志工队 在众人努力及县长邱静全大力支持下 现在终于成立协会 不仅成果丰硕 他们还要为中高龄失业者开创事业第二成 希望啊 来帮助协助我们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失业劳工 中高龄的失业劳工 或是低收入户 或是一些比较弱势的储存 看是不是能够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丛林客家文化花布协会里的婆婆妈妈们 发挥创意巧思 不仅为协会为自己赚尽财源 更是赋予客家花布崭新的生命力 成功发扬客家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然后整体球据健康